我家露台上面的柱顶红的球已经被冻出了冰渣 不知道来年春天还能不能再继续发芽 而我在室内封闭阳台上面的这颗小天使 和几天前重新栽种的金钱树 也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 根系已经全部都腐烂掉了 不知道各位花友家里面的花花潮草 在这一轮的寒潮当中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呢 别看现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16-17度 但是到了夜间我这边虽然是封闭式阳台 但是温度却可以降到零下几度 所以很多的花花草草要么就是搬到室内 要么就是放在有保暖膜的花架里面 冬天在没有暖气的地方养花实属不易 它既是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 既要有耐心更要有很多的细心 天气虽然比较寒冷 但是呢但凡是有大太阳的好天气的时候 还是要手脚勤快一些 将比较喜阳的或者说正带开花的花花草草 搬到阳光底下去晒一晒 这样才能让它们枝叶更繁茂 少黄叶更有精神 让开花的植物后期花色更艳丽一些 虽然每天的搬进搬出可能会比较繁琐 但是我已经是乐在其中 看着它们精神抖擞的样子 其实内心也是挺满足的 之前就有花友问过我 说养了这么多的花花草草 忙得过来吗 其实它们还是挺省心的 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打理它们 当然像遇到现在的这种寒潮的极端天气 可能就要多花费一些心思 其实在寒冷的冬季 如果只是想把花养活的话 也没有那么的麻烦 就是管住自己的手 少浇水 能晒太阳的时候尽量给它们晒太阳 同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如果它们不发生冻害的话 那么一定可以安然的熬过这个寒冬 那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想一想这些植物 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勃勃的样子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成功